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颜哥哥 你又晋级了 应该是在五星斗铃左右了 不过小颜哥哥体内似乎有些问题 当初给拿兰杰驱毒 却把落毒搞到自己体内 没想到居然如此难缠 看样子只有在晋级时 方才能够排出一点 对了 强绑大赛最后怎么样了 放心 小颜哥哥 你已经进入前十了 只不过是和柳晴并列的 随便吧 只要能进入天分林奇塔 管他几人并列地势 走 陪我出去透透气吧 感觉骨头都快生锈了 怎么感觉盘门多了许多生面狗 小颜 你这家伙终于出来了 怎么样 痊愈了吗 就算痊愈 也要被你打出内伤来 没 没亲没处 你 你怎么也带着我们盘门的会章 想不到吧 我也加入盘门了 你一个强榜前十的大家伙 竟然肯屈尊来我们盘门 屈尊个屁呀 这盘门如今内院之中的声势 就算是狼牙与猎山都赶不上 不说那每天赖在这里的蛮力王 就算是你也是能够匹敌柳晴的强者呀 更何况还有勋爱 勋儿怎么了 你 你不知道 那时你昏迷了过去 那天你跟柳晴两败俱伤之后 勋儿便出手挑战了林修衙 并轻松获胜 你怎么 你把林修衙给击败了 你是不知道 林修衙连自己的绝招一缸都用了出来 结果 在勋儿手里连十招都没撑过去 这何止是击败 简直就是秒杀 秒 秒杀 秒杀 林修衙 妮子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已经达到窦王级别了 夏颜哥哥觉得呢 真是可惜啊 妮子你难得出手 我竟然错过了 想要再看到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说到窦王 夏颜哥哥 等你到了这个级别的时候 可一定要好好修炼勋儿给你的卷轴哦 那是自然 勋儿给的东西 我哪能不全心修炼呢 不过妮子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有些奇怪啊 没有啊 我没有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啊 夏颜哥哥 你一定要快点变强 有大批的气息对着你这边飞来 这些气息极小 好想目标就是你们两人 夏颜哥哥 你快躲进林子 千万别出来 怎么了 这些人 是冲着你来的 来不及解释了 夏颜哥哥 快押制住气息 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好 好 小子 感觉 假仇 薰儿小姐 总算是找到您了 我是黑烟军的新晋副统领 灵权 奉足宗大人之命 江小姐 我说过我会自己回去的 你们又何必万里迢迢地赶来 足宗大人这样吩咐了 我们也只能领命 薰儿小姐 请 何人都听 来 住手 萧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位 应该便是萧家曾经废物的 萧炎少爷吧 我看过你的画像 你是谁 黑烟军副统领 灵权 不过说了也没用 以你或者说你们萧家 并没有接触这个层面的资格 闭嘴 萧家与我族有着盟约 岂容你出口侮辱 小姐误恼 我倒是心直口快了些 不过此行前来 足宗大人吩咐过 若是遇见萧炎少爷的话 可以向之征寻一下 萧家的那部分要事所在 不知萧炎少爷能否告知 钥匙 什么钥匙 我在萧家这么多年 都未曾有那钥匙的消息 你这般容易便想弄到 岂非做梦 我只是随意一问而已 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是带小姐回去 其他的倒是旁之末节 薰儿小姐 请 薰儿 你要走 小颜哥哥 我已立足多年 之前拖了好几次没有回去 这次 看来是真的退不掉了 小颜哥哥 记住我以前和你说的话 千万不要陷漏 脱舍古地狱在你手中的消息 你手中的骨鱼牵扯太大了 每次心 日后 你也能知道 薰儿背后的势力究竟为何 硝烟少爷 还请放开小姐 小姐 该回家了 另外 你在具备保护好 虎鱼的能力之前 千万不要来找薰儿 否则族中的一些人 定然会留住你 薰儿 等着我 我会去找你的 不管你背后势力 是如何庞大与恐怖 你是我的 若是要让那势力 正眼相对 需要达到斗尊 那我就向斗尊奋斗 斗尊不行 那就斗盛 斗盛不行 那就斗地 西面仙辈能达到的那个高度 我硝烟 定然也能 可你孤逐一致地向我不断狂奔 沉越山河海狂 沉越 沉越 沉黄儿 沉黄儿 正要达到斗地 这大陆任何女子 都能任你挑了 我们不会是对方的 泪缘分的人 沉黄儿 小眼哥哥 沉黄儿等着你 当你真正成为傲视群雄的强者 沉黄儿一直相信 你会站在大陆的巅峰 到时 陌落的撒甲 会因为你 而再次一力大人 像故事中逐流的一样迷人 看你孤注一致的像我 不断狂奔 穿越山河海峰 穿越全身一人 拥抱天真 斗地 口气不小